歡迎收看 阿虎不好 OK的 阿虎常常說再也不接 模仿口是心非 令人不齒 他嘴巴都說不要模仿 Cue阿虎不笑意 不會…不模仿 太怕了 他怎麼這麼笑 我是有的… 我是怕的 看別人模仿人物 就直接剪現成的去學 很沒有激烈的 阿虎就是聽你們一無不知之後 外場就演演藝那一個 對 就直接拿藝 沒有 那康熙我就想說 我還特地跟他報備 然後說OK 然後演完之後 他到現在還在講說 我偷他楊宗偉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的點啦 可是他一直在踩 很多角色他就拿去演 我什麼角色… 蘇貞昌不是那個 蘇貞昌要抽什麼 蘇貞昌球球都給我都演 對 不對 先來… 小小小 換球看小明星 好棒喔 好棒喔 你的收視率由 風神霧霜的Bandy來考 我們都視率了 終於輪到我們了 真心話一句 真心話一句 我真的要感謝你們 怎麼了 寂寞無聊的夜晚裡面 看風神無尊 真的真棒 好不好笑 這個節目什麼時候停掉的 4年了 2020年 你們可以社會提供的歡樂 但是我們彼此 人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嘛 是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知道 人家對我們有什麼想法 好… 大家不敢講了 今天說出來 我覺得他們都很不敢講 用什麼匿名的黑函 沒錯 我們最喜歡最近這個匿名黑函單元 好多人要報名還不讓他們上 但是想說風神無雙的班底 全部都彼此認識 沒錯 很多東西之根之底 能不能拿出來講 先跟大家說 如果你被人家爆料 你要想盡辦法解釋 但同時你也可以猜到底是誰 第一次猜中 我們是頒發五千元獎金 第二次 對不起…我改了 可是他們太互相了解了 猜對一個給十塊 這麼低喔 猜對兩個 猜五千喔 猜對兩個給五千 各位 各位 猜對三個 多少… 我們給一萬塊 好多人才能刺激 好 來…直接第一位來 紅包… 好 第一個 我們就請阿虎來囉 阿虎來 請上場 你在指控先生 阿虎很刺激喔 第一個就是泰哥人 泰哥人 泰哥人 這個人要控訴的是 阿虎他對腳本得過且過 跟他意見不同時都感覺會被打 他說每次跟阿虎討論腳本 都覺得他很隨便耶 內容就是要隨便亂講 得過且過完全沒有張力 好像應付了事 跟他意見不一樣 他會當場生氣 每次都覺得他一定要揍我了 好像沒有這種感覺 專業級的指控耶 對 這是跟工作相關 妳覺得妳有這種情況 我覺得有耶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坦白說 瞎白 因為我跟你說 就是我絕對不是得過且過 尤其是在寫這種所謂的 就是表演的腳本 腳本 我是非常這個計較的 就是我是絕對能講究 就不講究的人 真的嗎 還被別人的書名 沒錯 我跟阿虎合作過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腳本 是那種四五個人 一起來討論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阿虎會把大家的意見統整 他不得過且過 他是對要求很好的 很刁 對 很刁的 但是我的確在 寫黑寒的人會自我表白 而且他可能還會稱讚你 他要反串是不是 來…誰寫的 想清楚喔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猜 因為只要所有跟我 有一起合作過表演的人 都一定被我罵過 沒錯 的確也有想要打人的方向 連順哥你也罵 不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要猜的話 我可能會在山豬跟逸祥 兩人之間選擇 真的假的 原因是我們最後一次表演 就是大草 結束到現在沒有聯絡過 就是你演蔡英文那一次 在憲哥另外一個節目有演過 所以你們現在是 其實是為尷尬 沒有 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們以前在錄封城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天天都在吵架 然後也從來沒有和好過 但是每個禮拜都會在碰面錄影 必須的節目 所以也就是 幸福就是吵吵吵吵 吵吵吵 對 然後也就這樣子 十年就這樣過了去了 然後其實也吵架也沒有什麼 只是因為現在這個節目 也被我們做倒了 連電視台都被… 真的 對 退出了對不對 不要自己扛好不好 也沒有很好的時機點 所以 這個人是 異鄉 恭喜 答 錯 來 不是嗎 第二條 好 來 小心 你們其他人很過分 仔細聽好 這個人有討論就是 阿虎他從來不顧慮別人的感受 他出門都是被提高消費 阿虎出門像一個公子哥一樣 他逛街就是看名牌 吃東西就是沒有在看價錢 有一次我們一起吃熱炒 想說應該還好 他也不問我們要吃什麼 就自己點一大堆 還要我們一起吃平分 哈囉 我們小資族很累 很窮 阿虎猜不到嗎 這全部都小資族 對 我覺得阿虎算是比較大型 他就是出門就說 等一下我們要去哪邊吃… 所以他都會揪我們這樣 所以往往就是會跟著他去的 可能只有我 或者是香蕉 其他人都不會跟 因為像阿虎都是往往 可能今天賺三千 可能會花六千的人 對 所以他的消費能力跟消費習慣 是我們不太能夠習慣的 對 你這樣子敢這樣講 代表你有擔當 以後叫他卡當 你記得他卡當嗎 有…我記得有一次 風神他就說他打麻將輸了 那時候不是過年喔 不會吧 真的 然後我說 你的這賭金有在高耶 我嗎 我覺得付錢這個東西 從一開始大家認識的時候 大家這個金錢觀就是不一樣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剛認識 第一次見面 風神無雙錄完 我們人站在光啟廁的門口 然後我就這個先發難 我說不然大家第一次見面 我們一起吃個飯好不好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我想說這群人很好相處 結果光是討論那一頓飯 我們討論了兩個小時 就是好像有點貴 為什麼呢 我說我們就是旁邊這個ShabuShabu 一鍋150塊 大家OK嗎 這樣都有意見 卡古就說不要… 我想吃小肥 小肥便當有沒有 小肥… 小肥不在那邊好不好 不要說話 一個50塊我可以吃很飽 你是小電視海的 對啊 也不行 很好吃 對 討論很久 然後最後我就說 不然那個雙雙鍋我請 然後他們就說 不要…阿虎怎麼可以讓妳花錢 不可以… 然後最氣的是錢付完之後 還有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個人叫山豬 他就說 阿虎就是公子哥喜歡買單 他有講過這個 還有說謝謝阿虎 這個錢很明顯 很清楚了 講到錢一定就是山豬 好 恭喜又錯了 各位 好不好 我們絕對不會造假 真的答錯了 真的是錯的 真的假的 真的錯了 來 哥啦好不好 我沒有啊 來啦 認真一點啊 阿虎常說再也不接什麼模仿工作了 口是心非 令人不齒 他明明就是模仿走紅的 卻每次都說 我就是瞧不起模仿 討厭模仿 不屑模仿 他常聽他說絕對不會再接 任何模仿類型工作 結果明明就為了吳斗米哲 要在各大節目繼續模仿 我跟你講喔 狗不賢家屏 模仿是你藝能界 這麼多說很多耶 看到這個你現在不要模仿 會不會是殺蛇哥說的呢 對啊 有可能喔 但是你們有這樣覺得嗎 還是他平常真的會這樣講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不愛模仿 他嘴巴都說 我不要模仿… 然後… 對啊 你Cue他什麼邱逸 他也是模仿平衡 不會…不模仿… 邱逸也不接… 邱逸不接 等一下 對啊 等一下邱逸 我倒是沒看過邱逸來 邱逸一定要配打噴地 這樣 我是邱逸 我是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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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笑 邱逸人 為了工作才會模仿 邱逸人 他不一樣喔 邱逸人是什麼啦 邱逸人是另外一位 邱逸人咧 什麼 講真心話我就覺得你看還不錯 對啊 很好笑啊 這個我一定要就是講一下 不是說不模仿 是因為我覺得已經模仿到 自己會覺得有點尷尬 就是為了模仿而模仿 好像觀眾就是 你跟觀眾說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很好笑喔 那就會很難笑你知道嗎 真的不能這樣好不好 有一天我在那個中國大陸 看到一位歌手 是 音樂一出來好感動喔 他在旁邊一直搖頭 一直搖頭 再回首 他說他唱了 最紅的歌 他至少唱了五千遍 是 再回首 他是真的這樣 他真的是這樣 後來我自己有那種感受 結果有人上來點歌 屋頂 那個前座光光 我唱得錯 光光… 光光… 但是沒有辦法 那是我們的起家庭 真的 妳還是要繼續模仿 而且那起家庭也傳到我這 我只要去唱歌 都會被迫要唱屋頂的吳宗憲 我不能唱吳藍 我聽一萬遍 有時候我還要唱兩人的 好 誰說的 這一件 誰說的 真的是不知道耶 卡古…我覺得又很是卡古 確定 對 卡古 恭喜獲得一元獎金 十元獎金 一向伴駁指控托倉歌 硬生聲被打斷 對妳的腳本沒有任何貢獻 永遠都是拿現成去演 我的作息真的是比較正常 每次討論12點才正式開始討論 誰來講的 為什麼 都是拿現成去表演 你們每次討論完整個腳本 最後叫我槓 一萬遍獎金錢拿 就是殺手 美白科 他本來做了一個梗 後來我叫出來 看來白 叫白白出來 他演不下去了 我覺得又很是卡古 確定 對 卡古 恭喜獲得一元獎金 十元… 十元真的 對 真的是我 好…來 常常阿虎為了表演的事情 跟我們吵架 每次跟他討論腳本就像在辯論 好像要聽別人意見 卻永遠都不採納 總是要大家配合他演出阿虎難溝通 表演總是他說了算 而且就像剛剛有人講的說 好像不合他的意 他眼神好像會殺人的樣子 這麼恐怖喔 然後他就不講話 就去旁邊待著 他就有那種江湖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神奇 長得太像那個更生人了 對啊 有那種江湖味 所以今天跟你談不攏 他隨時要再進去那一個 可是反而還好耶 我跟他討論腳本都在茶街 你知道一個晚上 我喝一杯珍珠奶茶 大杯的 我瘋狂講一大堆好笑的 他也都沒在聽 可是飲料喝完之後 他把他全部內容都寫起來了 他是專心的喔 串在一起 有啦 適合在聽 對…所以應該不是我 但是你跟他搭是還好 因為你也沒什麼意見 就是說他不管什麼你都follow 我也都OK 對 但是我們可能有一些主觀意見 他們很主觀 這個一定是他們兩個之間 因為剛剛三豬跟易奕講 但我還要先講 我不是先否決他們 就是我只是說你們要反對 譬如說你們覺得這裡 你們想你們覺得不好 那可以 那什麼好 對 開會最討厭的 我覺得不好 那又什麼 對 他們聽完就是國父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的大哥 國父曾經說了 是 革命是什麼 要先有建設的計畫 再來破壞 但是我們也是有給意見 但是他這個大哥還是不采納 沒有 可是我要幫阿虎說話 阿虎畢竟是科班生 他是真的有會表演關係 這樣子也冒的那個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他是… 他是啊 他就是他 他就ó 就是乳山吧 右邊那一顆 你腳會扭到 腳會扭我算很危險 我上次跟阿虎孩的時候 然後他叫我 我們通告前五天 第一天就可以去找他 三千畜 16 前三天 他就往他那邊種花 畫畫 跟我講他拍YT的場合 他來種花 他之前有租一個拍YT的一個 我知道他有種菜啦 種在哪裡呢 他的菜會開出花朵 然後他有隨身攜帶嘛 對 然後他前三天都完全不鳥我 他都忙他自己的 對 然後基本上我講什麼意見 他連他都是置之不理 對 直到後面兩天 才才跟我認真的討論 安虎最厲害是 最後一天不睡覺 直接把腳本完成 對 都要注意到牙齒 答案就很明顯啦 他喜歡壓哨啦 誰 那只能是卡古嘛 卡古又答錯了 不是 什麼答案 比上一個猜我 你要猜我 他只寫一個而已 對啊 對 我們只會選一個 答案很明顯呢 這個叫做我女兒 這個叫做導風象 對 這張很高耶 最後一封信 好 來… 這支要猜對一張 阿虎身邊有很多朋友 但不是人人都能夠約他 我們約他都會被拒絕 只要顏值高 不管是男生 女生 認不認識 都一定有辦法約他出門 他根本就是大小眼 我們大家都會約 對啊 他根本很怕被我們倒掉 你不是 你們誰是誰的室友 有住在一起過 突然間人家都要衝進來 攝影棚還以為竟然 鬼霧是嗎 對 是密奇妙妙霧 連我們的郵差都長得比較帥 真的耶 要拉高我們的平均值 來…這是什麼人家 你說 你說不跟他們出門看顏值 覺得他們顏值不好看 那就只能是配搖 不可能吧 真的假的 這句話是中文 恭喜 答對 五千塊 來 佩瑤妳來說說 他真的很棒嗎 不是 因為我們有一些共同朋友 然後以前我怎麼約他 他就有點難約 就是會問說有沒有妹… 然後就是根本不在乎 是不是我這樣 妳有說自我這樣 我就是妹啊 我是M的妹 他沒有 他不在乎 他只覺得我是個女的而已 但不是個妹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認識了另外一群 就是玩樂團比較帥的帥哥 明明他們跟我是先認識的 但後來發現 他跟他們變好朋友的時候 一直出現在旁邊很好約 完全變另外一件事 對 我跟男生出去還好啊 對啊 男女瘦瘦不清啊 他如果約 然後他真的開始… 開始拔你 不可能 哈囉 我會嚇到喔 真的不可能 我沒有那麼不挑 我沒有很好笑處 對啊 你沒有人會不會配合 你介紹 上傘落水 人往高處爬 水往低處流 他往上攀爬也是對的 好啦 合理 對不對 找一個自己長這樣 你又找更醜的出來 不是 可以出現他比較好看啊 孩子的經營要考慮一下 在東區會不會感覺像 鍾葵桌夭啊 抓到我的啊 來… 恭喜… 恭喜啊 我獲得兩張 第二個空包 恭喜五千塊喔 翊翔挺登場 第一個要控訴的是 翊翔他真的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因為他都說有事或有工作 但是卻被抓包跟其他大咖約 我每次約他他很難約 有一次約他唱歌 他說沒有 我要工作 結果被我們剛好抓到 他跟其他大咖竟然在同一間 KTV唱歌 還有一次約他吃飯 他也說要忙工作… 結果他打卡跟康哥吃飯 對啊 沒有 憲哥我要講 因為我可能私底下比較窄 我喜歡待在家裡 不是說不跟你們出去 我真的是有印象 有一次有一位同仁約我 然後我真的沒有答應他 然後好巧不巧那一天 剛好有另外一個前輩約我 在同一間KTV 結果我就在那個包廂裡面 就是他好像包廂在 巧遇 巧遇應該就是阿虎了 對啊 厲害 我差很多 答錯了 對不對 差很多啊 不是嗎 寫最後的人一定長得不好看 我長那麼好看一定不是我 對 你講什麼話 就是你 關鍵是有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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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他很誇張 就是問他要不要唱歌 他就欲蓋迷走 我不要…我要忙 康哥怎麼說 康哥怎麼說 不是 幹什麼東西 翊翔那卡虎約你不約他 你不跟他一起幹什麼東西 那卡虎不紅 OK的 跟他哥我們一起去 OK… 好 翊翔從時間前就一直想說 他說什麼自媒體… 不斷問我意見 招呼討論 過了十多年沒有任何行動 每天一樣只忙著教會… 上節目殺一樣的蛇 不是不是要等戶頭 真的沒錢才開始想動啊 很愛一直問 但是都不行動 很糟糕 自媒體一直想 想了十年 自媒體都快退上了 真的 現在有開始在做啦 自媒體 自媒體有一些成績的 好像就是應該是想 對 我也覺得有可能是香蕉 因為香蕉是我們裡面 做自媒體最早的 對 有什麼…買房子的紀錄 什麼 下巴都能做六期 香蕉 恭喜答對啦 真的是你啊 每次跟他電話都聊兩個小時 有 香蕉有對我說過 我跟他電話都聊兩個小時 他說我最近是不是應該 有一些作為了 從2013年的時候就要有作為了 他現在都2014了 然後他的臉書也都沒有 連酸名都沒有 他說他要嗆酸名說 為什麼香蕉要來我這嘴炮 結果打開 沒有留言 對啊 因為他沒作為 按讚一一自己按的 對 連酸名都不酸了 對啊 對 好難回應喔 連酸名都要衝場面就是 對 我們以前都會看那個網路下面留言 就是我一選 然後才有划到自己名字就很開心 哪怕是對方說什麼 這個一想怎麼還在演藝圈 怎麼還不退出 看到了 有這樣的留言都很開心 對啊 也高興這樣也高興 因為被看到 多然沒有被討論到 好 來 下一個 有一次過年 逸祥突然帶糖果餅乾請大家吃 正讓大家誇獎他的時候 突然有人聞到東西 有一種臭酸的味道 結果某一看包裝紙赫然發現 逸祥為了面子 他帶給大家伴手禮過期兩年了 夭壽 太誇張了 你也是我 對 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 可能比較少整理包包的 你笑什麼啦 對 但是 你吃什麼啦 你家裡有一個過期兩年餅乾 你不覺得懷疑嗎 對啊 你可能是不小心了 因為一般不會去看那個保存期限 對 沒有 他以前過得很客人啊 以前吃什麼東西 臭酸他也吃 他以前找我們去他家住 就是想說要招待大家去他家玩這樣子 然後他如果租了一個房子呢 大概有沒有兩瓶啊 沒有 然後他的天花板的冷氣 離我們有沒有五公分 對 然後裡面他是斜的 上面是 他的那個天花板是人家樓梯啊 斜的 你是哈利波特 對 我那時候都睡覺 他算租在廚藏室裡 他也很客男 所以有兩年的食物很正常 但是你還熱情招待大家去 對 那已經是我的全部的愛了 這是很特別的 他不會覺得說我這樣我自卑 我願意要請朋友 然後誰寫的 誰 誰 這我覺得比較會注重吃的 應該是佩瑤 厲害 真的是滿猛耶 算了解給大家 連性別都不對 只有一個女生這樣 之前主持活動的時候 知道逸祥在附近 就邀請他來站台 他一上台就霸佔麥克風 重點完全沒有講到 還在那邊宣傳自己的戲 推銷自己 我還差一點趕不下台 到底誰才是主持人 真的是有夠不要臉的 是我們主持 我印象中就是 你把麥克風拿給我 那就是我的表演時間 那我講什麼 應該不太能就是 不太能打斷 不能干涉 對啊 還不能干涉 OK… 我記得上次香蕉的婚禮 然後他就有安排一個橋段 我們六小福上去 然後結果逸祥就第一個 來…夠大人快 然後後面演的 我們都沒有力量有沒有 山豬還在底下直接演屍體 就是我們後面完全不知道 我們在幹嘛 山豬把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 山豬很喜歡看別人翻臉 他都會歡迎我去他家睡 我穿四腳褲睡覺 把我的褲襪都拉開 他就卡卡 他說 山豬 這是你的車 這是輪胎對不對 是你的車 而且他偷看我洗澡 起那半一轉頭 不是 他的臉怎麼貼在頭 貼在毛巫女上好像在看他 騎車他都會騎到我的後面 皮不留神 他就會從我旁邊球就 嚇到他們氣破刀飛掉 立翔就第一個 來…夠大人快 然後後面演的 我們都沒有力量有沒有 山豬還在底下直接演屍體 只是我們後面完全不知道 我們在幹嘛 他們兩個婚禮殺手 那時候香蕉很熱情邀請 我們六小福上台幫他一起 對不對 輪流表演誰的呼聲最高 誰可以拿到那個花椰菜 接受新郎新娘的祝福 第一個出來沙蛇合理嘛 對不對 滿堂財 OK 是… 第二個山豬 他說大家好 我是山豬 這個我的代表作就是蛋黃哥 好累喔 他躺在地上眼睛閉著還皺眉頭 一動也不動 對 然後你當下想說 他會不會是真的走了 會不會走了 對 我們所有人都會關係他 哈囉 有沒有呼吸耶 香蕉婚禮耶 台下都是長輩你知道 然後逸祥還拿西裝外套來蓋著 對 她還拿衣服去蓋著她的臉 又黏起來了 又倒了 這樣子五分鐘 全場感到 因為長輩沒有辦法離開 香蕉媽媽還生氣 他說不要用這個… 然後最後他們這樣演完之後 尷尬都不行之後 還要一起逼走是說 謝謝大家 我們是 風神六小福 還好啦 誰… 我應該有印象是誰好不好 應該就是佩瑤 佩瑤 佩瑤 對不對 為什麼恭喜答對了 對…沒錯 兩包了… 兩包了 你千… 恭喜你… 他那一隻是遇到她的主持 我想他那一隻很誇張 他不過只是遛狗經過而已 然後我想說 我這邊缺一些參賽者 要上去講一些 給畢業生的一些感言跟宣言 我說逸祥來幫忙一下 他說好…可以啊… 一上去每個人限時三分鐘 他講了快五分鐘還十分鐘 趕不下來 他就說來 各位畢業生 我最近演了一個 跟校園有關的劇 瘋狂宣傳就算了 然後還講說 你們畢業了要社會新鮮的對不對 有個職場的戲 又是我演的 然後就一直講… 然後主辦單位都一直這樣 傻眼了 我還想說 好了 謝謝一翔 謝謝… 趕不下來 太少工作了吧 沒有… 我也覺得趕快去 宣傳看她的 超常收視率是不是 把握 把握哪一次演出的機會 對啊 對啊 三分鐘好不好 他就講說奇怪 畢祥每次大家討論腳本 他都不提供意見 他常常在旁邊睡覺 內容全部都其他人在想 就是對你表演腳本 沒有任何貢獻 永遠都是拿現成的去演 這每個人都演 這誰講的 講得很中肯耶 對 每個人都演 誰說的 這樣很好 我都忘記有這一點 精準… 不是 我要跟你們講 因為我的作息 真的是比較正常 比較健康的 我是那種10點就要睡覺 然後早上6 7點要起來 然後這裡每一個都是夜貓子 然後每次要去討論表演 約10點 晚上10點起跳 然後點個餐先吃喔 然後瞎聊 12點才正式開始討論 對… 對嘛 但是演藝事業的成績 看起來也很chill 不是 chill孩孩… 誰講的 大家都有啦 我覺得 山豬 你如果猜中就有1萬 猜不中就沒有囉 因為重點是他有講一句什麼 都是拿現成去表演 因為你們每次討論完整個腳本 最後叫我幹嘛 1萬勉強請錢拿 就是殺死 打斷了 對不對 來… 有準備嗎 這位怎麼說… 你剛剛好打斷他 你剛剛好打斷他 他本來做了一個梗 他叫一個現成的蛇 開始 古早人看起來我會叫我爪 看起來白會叫白痴 好 怎麼樣 他沒信心 他也沒下去了 對… 謝謝 你在藝能界還是要配合大家的作息 對 對不對 那兩天稍微調一下死他 到龜山鄉公主去上班就好啦 是 對不對 第一次看到他拿的蛇那麼尷尬 蛇還比較多 不好意思… 還是要聽英文版的… 好 下面 他又被擦掉了啦 我又被擦 算了 沒事… 趕快擦他… 他被擦掉了 趕快擦一下 好 來 第一封 我們要叩訴香蕉的部分 是說 他結婚的時候 我到最後才知道 而且還從別人口中得知婚期 重點是所有人他都邀請 唯獨露了我 事後問他 他還裝傻否認 那答案就出來了 這種人太扯了吧 誰啊 他忘了 香蕉太扯了吧 香蕉 他連這個人他都忘了 誰 我知道 因為沒有一個人跟我含Call 只有阿虎 阿虎不是我先邀約他 是海產跟他說我要結婚了 他覺得說我竟然邀請 不常聯絡不常見面的海產 對 這句答案是 我跟你講 而且阿虎在直播的時候 我有上去跟他聊 他問我說最近是不是有跟他結婚 我說對啊 香蕉結婚了 你不知道嗎 他說對 我真的不知道耶 他內心很瘦 不是 也不是海產 是有一次那個謝潔玲就密我 他說香蕉婚禮你會去嗎 我說他要結婚了 什麼時候 他說你沒有收到帖子喔 那沒事 拜拜 我馬上打給他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那個結婚你又要發帖子嗎 他說沒有…我還沒有約人 可是潔玲明明就說要去啦 所以你還說謊 他以為我全部發完了不發給他 我氣一個當天去結婚包單數對不對 沒關係啦 平常香蕉都沒跟我們聯絡 有一次跑到我直播串門子 一進來就直接開始業配他的商城 要我的粉絲 全部都去他的商城看看 有夠傻眼 直接就是來蹭流量 10個總比沒有好 對啊 10個也很棒 10個就比酸民多耶 這種行為也很不好吧 只有10個人的那一個人 直播是誰嗎 我大概知道 誰 阿虎有100多人 一翔有16個 卡古也有5 6 10個 山豬那個時候10個 差不多 4 3豬的直播間 對 對…是我 恭喜答對 你很厲害 他在開直播 你是不是沒有人 他又很久沒見 去幫忙的啦 不是 直播間裡面10個人 不是 因為 因為平常沒有人跟我聊天 然後我開直播 就把那些觀眾朋友 當自己的朋友 你們要運用10個 你說我就在…我求你們了 怎麼樣… 現在立刻幫我分享 是… 然後後來 他分享出去就有機會啊 香蕉後來就進來 然後就好像送了一些斗內… 斗內一些 然後他就跟觀眾朋友說 那個大家記得到我的商城買東西 我這邊有很多很優質的產品 好 下一個他要講的是說 之前參加活動 香蕉要我幫忙錄一段 什麼下泥巴水的片段 放在他的YT 我把身上東西全部都給他保管 他也確實允諾好好保管 拍完之後他把東西弄丟 道歉完就當沒事 不僅沒有陪我說我賺到流量 還要給他計較 請問這誰 唯一跟我有來有去就是卡古 這個猜中是1萬耶 對 真的 我只有弄丟一個人的手錶就是他 太明確了吧 對 上分題喔 1萬元獎金 來… 好帥 這個獎金要變成最有錢的人了 感謝… 這個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你還拿出來講了 不是…因為我說真的 我真的…心裡滿不舒服的 要下這個泥巴水之前 我說那你的手錶什麼手機什麼 你要幫我保管 對 對 確實是保管 結果拍完之後 我下泥巴水之後 我上來吐 全身很癢 然後結果我的手錶不見了 然後不見之後 抽到也也沒有 就一直跟我道歉 然後說去找幹嘛 就最後真的也沒找到 對 然後這件事情就這麼煙消於善 好像當沒事發生 結果還有一個人 對 我覺得非常的可惡 誰 就是他既然在旁邊指手畫腳說 你不是有拍他影片 你不是賺到流量 你憑什麼就要賠 誰啊… 誰啊… 對 然後…而且你就… 你就比較紅 你賺比較多 你憑什麼就要賠 你不是賺到流量了 誰… 誰啊… 說出來 什麼 有這個事情 不是 好記喔 對 因為說真的 我們幫你拍這個東西 我說賺流量 那個時候其實YT不算盛行 對 甚至連那一片也沒有上去 所以這件事情我會覺得 這個你真的把人家手錶 假如啦 這只是假設 只是剛好你手上剛好 一萬五千一十元 對 該不會這麼剛好嗎 是不是 沒有 我的錢不是中 我覺得錢不是中 但是說實在 我其實幫你這樣 我還要背一個不相干的人 然後在那邊說我怎麼樣 我說真的 我真的很不舒服 來 請不相干的人講講話 好 那就…對不起囉 好 OK… 好可怕喔 那真的走心了啦 好啦 謝謝香蕉… 怕掉出更恐怖的資訊 山豬… 來 竹大哥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你得罪過這麼多人 對啊 你幹嘛啦 刷嘴皮子喔 你現在腳步變快了喔 山豬衛生習慣很差耶 他房間又髒又亂 用過黃黃的衛生紙 都放在窗台不丟 幾乎所有人都不小心摸過 而且他吃完東西也不洗 就丟在旁邊 只要他所在之處 都會變得非常髒亂 習慣很差 這是肯定的 同居人說的嘛 同居人 真的跟我同居過的 就是有去過你家的人 對啊 都去過… 打鼓啊 可是很多人都去過你家 有去過我家 山豬你想想 黃黃的衛生紙誰摸過 我平時講黃黃衛生紙我人也在現場 我那時候跟他住的時候 他就放在那個窗台有沒有 對啊 然後他打開的時候 我摸不只一次 我摸個五六次 那你覺得誰說的 我猜應該是卡古吧 恭喜答錯 答錯了 之前幫山豬找房子 丟了一兩百個物件給我 花了十幾天幫他篩選 還規劃有效率的行程 帶他一間一間去看 找到房子之後卻說 不是我的功勞 還說我幫他找房子 根本另有所圖 有買房子啦 不是… 租房子 還在租房子 租還要看到一兩百個物件 什麼意思啊 我行動比較不方便 還是要找有電梯的 是找陽宅嗎 還是 你就找 浩宅… 陽宅啦… 陽宅看什麼時候會電梯 沒事 沒有 我要講山豬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好心 他都會覺得我們有所圓 勝出地雷被卡古蒙菜 現場米漫火腰威 看別人模仿人物 就直接剪現成的去學 很沒有實驗到的 卡古蒙菜點了一文不知之後 外星人就演一文不知之後 對 就直接拿一文 沒有 那康熙我會想說 我還特地跟他報備 然後說OK 然後演完之後 他到現在還在講說 這個是我的點啦 可是他一直在纏 很多角色他就拿去演 我拿什麼角色 蘇貞昌不是那個 蘇貞昌抽什麼 沒有 那個… 對 不是 沒有 我要講山豬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好心 他都會覺得我們有所意圖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打電話給他 你也有東西可圖啊 不知道 他就會這樣想… 我打給他說山豬最近好嗎 他就說 第一句話就說 無事不登三寶殿 直說… 對 我就跟他吵神經病 可是問你好不好 沒有 他吐你什麼 我要為你禱告 對 被破壞妄想症 有 然後他有… 好 這個是誰說的 可能就異想吧 恭喜答錯 答錯 好 怎麼不… 下一個… 好 肯定不是我的 山豬以前耳根子超硬 明知道自己身體有狀況 叫他去看醫生他就是不願意 有一次在外面坐計程車道 要下車的時候 竟然是Pong把他扶下車 根本耍大牌要前輩伺候他耶 真的假的 如果是Pong 那就是一個那個夜總會嘛 真的那一天 好像有這件事情發生 應該就是佩瑤囉 對 當時是什麼情況 答對 來 十塊錢 答對了 怎麼都精準啊 我跟你講這件事 真的最誇張的點是 Pong還講說 我很難得 會覺得自己真是年輕 因為他還要扶一個 就是山豬下車 他是連下個車都要別人扶耶 不行啊 對啊 然後 身體真的有狀況 而且我剛剛這件事是傳遍 整個製作單位 我是從製作單位聽到的 你胖的原因就是因為吃嘛 身體那個… 免疫系統疾病 對 現在算惡化得比較慢 真的啊 對 因為山豬是之前他腳受傷嘛 只是認代有斷掉 然後後來他心臟又有裝那個 指甲 對 再來是那個 我的那個病毒有攻擊到腦部 紅斑性腦腸 對 所以會比較… 紅斑性腦腸 所以我現在上下車 真的需要人家扶 然後可能要 稍微有人看顧了一下 他現在連記憶力都可能 記憶力跟一些反應力 都沒有像以前這麼好 所以其實都很需要Cover 身體的協調性不好了 但是記憶力是本來就差 加油 生命中有光芒最重要 是… 好不好 不要煩惱太多 完全沒有在煩惱 我常常算有鼓勵到 不確定 有 不知道在鼓勵哪一點 為鼓勵 不要想就好 你要答對…你拿獎金塊錢 好 來 山豬工作不敬業 山豬未情突出常被安排要腳 是他經常忘詞弄到大哥不悅 某一次NG了23次 搞到主持人離場不錄耶 好幾次吧 NG就好幾次了 你NG你有 這裡就一次啊 記得嗎 這裡就一次 沒有出來演 不要說廖俊碰碰是不是 碰碰姐還在現場 對 真的 碰碰姐 就只來跟我們節目一次 你有一次 我記得是NG 17次是當組婚人 你有意願嫁給他嗎 他這幾句話通通講不出來 17次NG 比較容易緊張 對 然後包括到現在也還是會緊張 不要緊張 然後我的邏輯又不太好 所以那個要記東西 比較記不住 他們應該都有跟我主持過 應該阿虎吧 恭喜五千塊 真的 厲害喔 但是彼此很熟悉喔 是答對啦 對 我就好希望你多拿一些 買一些保鮮食品啦 對啊 買一些保鮮食品 好 來 下面一個 山豬很喜歡看別人翻臉才開心 常在我洗澡的時候開我的門 對我長相還有重要器官人身攻擊 還經常拍我重要部位 吵架就拿出來威脅我 長相不好看的就是香蕉 逸祥跟卡古 就是卡古是有微診 就現在比較好看一點 就是 你有什麼資格 對啊 你太醜 最不好看的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評論 我們現在工作十年喔 真的惹到我們底線囉… 你太醜了 用誰重量器官 這個東西也是發生在家裡 會看到他洗澡 大概就是 逸祥吧 逸祥 恭喜答錯 對 但是他 香蕉 香蕉吧 你還有拿手機嗎 我住淡水喔 我只要有錄影 我就得在台北先待一下 不然太累了 他說歡迎我去他家睡 然後睡在那個 有衛生紙的那個窗戶旁邊 家裡 家裡 掉在我身上 我還說 這個 為什麼醒完鼻涕不在那邊丟 夏天它不開冷氣 我穿四角褲睡覺 我以前穿那種比較浪的 他就看到我睡了熟了 然後他就把我的褲襠這樣拉開 然後卡…就拍兩下 對 他說香蕉 這你的車這是輪胎對不對 他給我 對 這是你的車 而且我跟他一起住過 對 你也看我洗澡啊 因為我們那個浴室的門 其實是毛玻璃 互撞我的玻璃 我洗… 洗到一半一轉頭 他的臉整個貼在毛玻璃上 好像在看他 你知道進結局耶 然後我洗完澡的時候 在他家洗澡 洗完澡不是很輕鬆嗎 出來的時候 踩低一下不是那個 可以讓腳乾嗎 你知道我看過去看到什麼嗎 山豬這樣子 大家會嚇人 大家會嚇人 對啊 他會嚇到 不是 現在應該不難吧 穿著滑倒 我之前剛才一起住的時候 我們一起到三立嘛 因為那種叫五分埔 所以我們騎車 他都會騎到我的後面 但是我不管騎快還騎慢 他都會跟著我的速度 然後就 然後我一不留神 他就會從我旁邊的球就 對 然後 我的嚇到三文氣破都要飛掉 我都快摔車了 我現在突然間覺得 他騎活得滿快樂的 生活的情趣啦 就是扭毛別人而已 對啊 最快樂就好 他自己開心啊 好了 謝謝三豬 再來我們要請沛瑤囉 沛瑤… 第一個有疑問妳的 好 好幾次約林沛瑤一起聚會 只要在場演藝圈大哥級人物在 要約他他就會答應 我們自己現在約他 只要沒有大哥 他都會用各種理由拒絕我們 他才是真正的勢力言 沒有 我這麼隨和 大家約我一定很開心 而且我一定會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什麼時候會這樣 我想看 誰… 我選一個最有試練的 你們誰有約過他 我…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我的天 你也約過 但是你真的很難約 哪有 真的滿難約的 對 而且他剛剛還在指控 大家說什麼指控阿虎 說只約好看的人 自己也是一樣 對啊 因為不是 因為他沒有約我 就只好約他 好啦 我想到了 誰 應該是三豬吧 恭喜答對 你會這樣覺得 對… 因為我前陣子好像也才剛拒絕他 所以應該就是他了 因為之前都有約要聚會 可是他一直都說 我工作很忙幹嘛的 然後就是我們那天就跟他說 那天的聚會有趙哥 然後他說趙哥 那我那天好像有 那天好像有空我可以去 然後結果後來趙哥 就沒來聚會之後 大概有兩年沒有再聚會了 對 所以就是他就是勢力言 來 其實也不是勢力言 是因為其實如果趙哥在的話 我們整個就是聚會的狀況 是非常有效率 然後其實大家聊的東西 也都滿深的 應該是有人結帳吧 應該是吧 我們都是勾大學 我們現在也都有點壓力有點大 所以就是如果有人願意去 我也滿開心的 沒有啦… 因為我如果只是刪除他們簡單約 我就會覺得 不見得要講什麼重要的事 我就會不見得回去 我可以以工作為重 趙哥去也沒有講重要的事 不再願意喇喇太多 對啊 而且他又愛惹毛別人 我幹嘛一直去啊 他就等下惹毛我怎麼辦 很煩耶 來… 以前工作的時候跟沛瑤說話 他都愛顏不理 根本就瞧不起我們 真的假的 他不接我們講的梗 他只跟帥哥說話 但說真的 他是誰 Who cares 誰會講通話 誰會講通話 又要跟長相有關是不是 然後很愛不搭理他 我才覺得他可能不搭理我的人 阿虎吧 因為有時候阿虎最攻擊他 來 你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我很怕阿虎耶 為什麼 我還一度覺得他討厭我 你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我很怕阿虎耶 為什麼 我還一度覺得他討厭我 我覺得你們跟他交往 那也不要討厭 你又勇氣一點 那個把那個乙文拿掉 真的假的 阿虎沒有討厭我 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有演短劇 我們很常被就是灌CP什麼的 然後我都會覺得他不太想理我 然後我想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然後是不是因為我不是妹 所以他就更不想理我 他是一個 他是那個 我們這個團體裡面的盲內 他是最後一個進公司的 所以他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他的節奏又比較慢跟不上 然後我們在這個短劇裡面 已經玩了已經有點疲了 所以就有點聊不起來 然後又要把我們就是兜在一起 然後大家也要替我想像 以前我們瘋神無霜 有女生的台柱對不對 第一屆 邵雨薇 讚不讚 讚嘛 來 第二屆 謝潔玲 讚嘛 第三屆 林佩優 你覺得我會跟他玩嗎 不是 是我 我也不會 因為你長大了 長大了啦 長大了 口大了 然後下一個 佩優是劇場出身 覺得自己演戲很厲害 對我們幾個還算滿客氣 可他完全瞧不起其他的班底 討論的時候 腳本不參與別人的意見之外 甚至把別人的話當耳邊瘋 誰會有這種論調說法 這個講話也太嗆了吧 誰啊 誰那麼過分 但前面又要說 覺得對我們都很客氣喔 演戲很厲害 該不會是香蕉吧 等一下… 誰 誰 香蕉 恭喜答錯 不會這樣講命啊 但我對他很客氣 我不會… 我不會啊 我覺得他可能就 我也照理想不會 對啊 這個…這個是我聽說的 能願意跟我說話 我才開始 我是你是不是 不是…這個是有我們那個 沒有來的那個班底 就奇奇啊 對 講這樣 你們也不認識 她的小看點啊 她的外界叫十年數目 百年素人 對… 就跟你一起參與表演的時候 你都不會聽她的話 就是我感覺 你跟我們相處的時候差很多 所以她覺得有點 不是啊 等一下… 請問那位先生 她的建議有沒有受用 如果不受用 真的沒有辦法讓她講話 其實我們沒有在盡你們的 對 我們現在比較 不行… 百年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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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沒有啦 真的沒有啦 不然沒有人知道她是誰 佩洪對表演沒自信 我都自顧不想 還要浪費時間看她表演 她常常表演跑來問我說 是不是表現不好 我的表演還沒準備好 還要花時間安撫她 還要對戲 還要看她一整段浪費我的時間 好尷尬 誰會覺得妳沒有自信 我覺得是逸祥耶 這裡面最常跟你聊天的人是誰 逸祥啊 是喔 我是最…真的最搭理她 那時候來公司我覺得 她好可憐 大家都不搭理我對不對 對 大家都不想理她 就不想 連碰都不想碰 我們怕被咬到啊 你說你眼神招惠都不要 對 然後我就是有 會跟她聊天 然後跟她講一些什麼細的東西 或什麼的 對啦 她真的是滿有耐心會 給我很多建議的 百年樹人 好了 沒順… 那你才聽懂 沒這樣嗎 沒了… 立翔 百年樹人 後進就講 那錯了…怎麼會 對…我就 有一次通告要找好朋友三人一組 我們跟製作單位提議找卡古 他卻沒跟我們討論有沒有故事 就直接跟製作單位說 跟我們其實都不熟耶 害我們全部喪失通告機會 是 幹嘛裝不熟啊 我不是裝 我印象中 因為我跟在座男生都算熟啦 不熟的應該是佩瑤吧 我記得那一次就是 後來我就沒有要接之後 我還被山豬罵 所以我覺得 山豬又罵 又罵你 你怎麼記得這麼清楚 不是 等於要不要出一本書好了 她就說 沒我的事情都我的事 我記得印象是她 就說什麼 奇怪 你就講好 三個就有通告可以接 我說我哪知道 就真的 她就是佩瑤 我跟佩瑤真的私底下比較不熟 對 那這不行不熟也要弄到熟嘛 對啊 對啊 糟糕 有什麼不熟 我們去你家吃火鍋打麻將 她就沒有看妳啊 她人家都沒有 她人家都沒有 她眼睛都沒有放在妳身上 妳有來我家 有啦 好 大家在節目上 模仿不同角色 但考古常常看別人模仿的人物 就直接剪現成的去學 都不自己花時間研究 很沒有職業道德耶 這次真的在罵人耶 沒有職業道德 誰說的 這個講模仿賽座會模仿就只有 山豬跟阿虎而已啊 不模仿 所以 我們也會啊 你剛剛不是邱義嗎 我們也會啊 香蕉你模仿什麼 你會模仿 你威明哥 威明哥 什麼態度 現在不方便了 她以前最擅長模仿那個 帽子哥 鳳飛妹 真的不像 年花時間不留 不像 不要啊 常常啦 我覺得 好不適合 很少看到外貌跟歌聲都不像 完全不像 沒有一個像 完全沒有關係啊 她還是男生某連性別都不像 對 她還在別的節目表演過這一段 他們一直在幫我找模仿角色 一直找不到 後來就放飛了 做刺激啦 對 就放飛飛 誰說的 我覺得是山豬 我覺得是山豬 對 謝謝… 對 只有他會罵你沒有直接道德嗎 你都偷人家 你怎麼會 講到這個真的是要講 因為 譬如說一個角色 大家看到的點會不一樣 譬如說誰 你說我是什麼角色 我沒有什麼印象 他哪一個角色偷的 譬如說 之前有一個角色楊宗偉嘛 楊宗偉 然後可是他就 因為我對朋友對待的時候 我們都是沒有在保留的 也沒有說我要防你什麼 我防楊宗偉是我要保留 楊宗偉都沒有保留 楊宗偉都被告你了 對啊 我對其他人都是沒有保留 可是卡古你就看到他 看完他就批評了一文不止之後 然後去外面外場就演楊宗偉 就演你那一位 對 就直接拿去 沒有 我哪有批 我沒有批評一文不止 有啊 有說你在這邊 你要再背一點… 不是 要不要採用是 然後講得好像是你的功勞一樣 我不是說我的功勞 因為你就在風神一直演嘛 所以 分手雷… 我曾經就是 那時候在康熙來的時候 我就是沒有人物的時候 我還跟他請義說 因為他們往聊的時候 我會就是會退讓他 因為其實我也會學 我們以前以為你們兩個 吵架是假的呢 是真的 沒有 是真的 其實我們三年沒有聯絡了 他們到現在在吵15年前 然後在康熙我想說 我還特別跟他報備說 因為我沒有角色 那我用蕭敬騰跟楊宗偉 一唱心不了情 我還特地跟他講 然後說OK 然後演完之後 他到現在還在講說 我偷他楊宗偉這件事情 不是這一次 我上次在這邊 這次小鐘哥有Cue我楊宗偉 我一時間 我已經忘記楊宗偉怎麼學了 真的啊 對 那我想說你說偷梗 那你怎麼不去講小蝦咧 那你怎麼不去 你怎麼不去講那個張立東 不是也在學費玉琦 不是也在學費玉琦 不…直接在學楊宗偉 不要… 別生氣… 來… 這一包壓碎起來 壓碎起來 別氣了 謝謝 怎麼… 不要… 我太生氣了… 我太生氣了… 太生氣了… 沒有殺手都殺不到 沒有… 謝謝 能借影片 然後你們兩個真的三年不聯絡 真的啊 不聯絡 然後吵了15年啊 對啊 沒有那麼久啦 他一年多 因為其實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點 可是他一直在踩 就是很多角色他就拿去演 我什麼角色 我拿什麼角色 蘇貞昌不是那個獨孔獨孔 蘇貞昌抽什麼 蘇貞昌求求都連我都連 對… 有動作 那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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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